因為這幾天我一直在網上查詢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前幾天不是申請日本簽證成功了嗎 我現在就琢磨著怎麼去日本的理由 因此我就去網上查曼谷到日本的機票拿價便宜 於是我就發現了便宜的機票 要不就要從馬來西亞的新山機場和吉隆坡機場 還有越南的河裏機場轉才能便宜 價格呢也就是14000多 但是這樣子很折騰 所以我想找能不能直飛的 現在的價格大概是2萬多泰銖 也就是說比起來貴七八千 在這個過程中呢我發現網上都有談 基本上價格都差不多 於是我就找一個朋友問一下 他那裡有沒有便宜的機票 然後他跟我說他都倒閉了 我說為什麼會倒閉呢 這不就是說 COVID-19的影響都已經結束了嗎 然後就應該生意興隆紅火嗎 他就跟我講 你不知道 我做的是中國出境到泰國的理由 現在倒閉了 詳細原因 你會先知道 因此呢 我就根據他這個資訊 我就查到有一篇文 中國的一篇新聞 這個新聞講的就是 是中國的36K做的 說泰國理由崩了 中國的出境老闆 虧的褲子都沒有了 這怎麼回事呢 他講的是說 在長沙的一個理行社的老闆 叫周百周 認為他看準了 中國放開出境理由 泰國是中國遊客的首發站 因此就在相關的航空公司 切位許多機票 可是呢 從今年一月份開始 中國內地的抖音平台就開始流行 中國不要去泰國 泰國不要去 還有就是說 泰國是電炸的 電炸的中轉站 還有最近就是說 去泰國要被割藥子 這些船員 然後他之前 在他那裡已經一定的 機票的人 就都退票了 說泰國不安全了 所以就這樣 他一下子在這個月 現在投資了四百到六百萬之間 下子就沒有沼落了 虧得太慘了 也就是說 他又說 作為一個中國出境理由商 別人倒沒有害得多慘 自己倒是害得很慘 當然 針對這件事情呢 泰國理由局也對這件事做出來澄清 曾經說什麼網紅店 猛藍店 什麼藍魔店 各樣子都是某些不可 度鑽出來的 泰國政府還是重視理由的 不過呢 據我個人來看呢 在最近泰國 確實是發現了一些 不安全的新的世界 但是 我居住在曼谷 還是挺好的 其他地方我也不知道 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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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